圣诞节马上就快到了 拯救直男的机会来啦 亲手做一个不用烤箱的圣诞树松塔 送给女朋友吧 她一定会对你刮目相看的 做法虽然很简单 但是这份专属的仪式感 我们女生是真的无法抗拒啊 一层松饼一层奶油 也可以用浓缩的酸奶 再摆放上自己喜欢的水果 我还摆了一些爱吃的一打雪茸薄荷糖 翅皮包裹着雪融夹心 外壳融化以后 糖心就会像雪一样融化在口中 而且淋着糖不怕胖哦 偷偷告诉你们 约会的时候来一颗 还可以清醒口气哦 做好的松饼塔 不仅有着圣诞树的造型 最重要的是 还可以和爱的人 一起分享这份甜蜜呀 嗨 我是橘子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草莓大夫 所需要的材料就是这些 先把一部分的糯米粉炒到微黄 再用100克的糯米粉加水加糖 慢慢倒哦 不然分分钟变成施工现场 成糊状以后上锅蒸25-30分钟 记得扎上小孔 等待晾凉 现在来准备这个红豆沙 每个取一小块 包裹住草莓 再把刚刚蒸好的糯米皮 沾上熟糯米 包裹住整个草莓 慢慢往下踏 慢慢往下推 会比较方便 一个颜值超高的草莓大夫 就做好了 所以想给喜欢的人 让他给你做呀 如果有一个在你感冒不舒服的时候 不是叫你多喝热水 而是给你做好吃的男生 一定要好好珍惜啊 今天的橙子蒸蛋 最适合在喉咙不舒服的时候 来上一口了 对了 男朋友投味效果最佳哦 今天我用的是农夫山泉 17.5度橙 因为是树上自然熟的橙子 所以吃起来也更放心啊 鸡蛋牛奶的比例是1比1.5 再加入糖和少量的橙汁 大火蒸10分钟 香嫩可口 就像布丁一样 咚咚的 快做给喜欢的人吃吧 挖出来的橙子 直接吃也是超多只哦 把它炸橙汁 就变成NFC了 农夫山泉一瓶NFC 约等于三个半的17.5度新鲜橙子哦 今天你学会了吗 今天翻炒冰箱 发现还剩两个鸡蛋 想了想 好久没有吃松饼了 索性做了个酸奶松饼塔 不用打发 也不用几笔利用 这应该是最简单的小甜品了吧 快做给喜欢的人吃吧 因为我用的是草莓味的 所以草莓的香甜 一下就启发了出来 这碗酸奶是植物发酵的 零胆固醇 零反式脂肪 喝起来零负担哦 一盒里面 大概有两个苹果的膳食纤维含量 帮助消化 松软香甜的松饼 作为来人早餐也特别不错哦 一定要是瘦 好吃到饱 什么诱惑 都比不过这道面包诱惑吧 在外面卖流七十的它 再加几片普通吐司 就能搞定了 还是颜值和美味冰存的下午潮 煎好的吐司 刷上黄油 180度12分钟 烤好以后 放上自己喜欢的水果 雪糕是它的灵魂 一定不能忘记了 最喜欢中间1946 这个黑白半桥口味的 里面没有加一滴水 第一口感受的是巧克力的浓郁 第二口是牛肉的喷香 融化在舌尖 搭配被黄油烤过的吐司 我觉得没有人能抵挡住这一口吧 你们周末都在家里干什么呀 我喜欢一觉睡到自然醒 醒来发现家里还剩下几个苹果 变着花样的 给自己来点不一样的 今天就做一个低热量的 苹果千层蛋糕吧 撒上糖粉 吃上一盒热乎的草莓蛋糕 这就是整个周末的满足吧 疲惫的生活 要有一些温柔的理想 比如吃一块美味的草莓蛋糕 看一场璀璨的烟火 拥抱身边的你 不用烤香的草莓 因为没有额外加糖 所以很低脂 加上冬季的草莓 人都变得温柔了起来